好另外呢再继续关心花莲市民代表会 14号也开始了进行总质询的议程 首先市民代表杨哲峰 针对这一次地震的各项补助救援混乱提出了建议 他希望施工所应该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尽快整合正确的讯息 提供给民众有遵循的依据 市民代表杨哲峰表示 他居住的北滨地区就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 地震发生之后看到许多灾民非常惶恐 然而得到的救灾讯息却十分的混乱 他建议社工所要加强讯息的整合效率 让民众可以获得正确的消息 可以跟公所这边反映说 我们在就看灾时 在第一的时间有接收到的资讯 然后希望说我们公所这边能够 去做一些调整去做一些改善 那可以让往后呢 不管是我们的政策发布也好 那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经验 那我们这次有 灾灾期间有非常多很乱的补助的消息 在乱传 那希望说公所这边可以通证我们公部门的资讯 可以给大家去了解 因为不只是我们这边大楼这边有受到灾害 我们一般民宅也有受到非常大的损害 那希望公部门这边可以把一些不实的讯息 可以去过滤掉 然后以公部门的角度去跟大家澄清 另外杨哲峰也针对施工所地震过后 在灾区附近举办大型市集活动提出了意见 他希望公所举办活动时 要周延的考量临近状况不要造成民怨 接下来市民代表许愿神 他也建议政府要要求建筑物的防震技术 以预防未来还有大地震发生时 要降低灾害损害程度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